一个貌不惊人的杖子却能在寒冷的冬天打造出一个春天 温暖如春的杖子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敬请收看崴八明取暖双霞 一个貌不惊人的杖子却能在寒冷的冬天打造出一个春天 温暖如春的杖子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崴八明取暖双霞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彭老师冬天您觉得家里冷吗 应该说不冷 因为有暖气 您知道取暖的设备有哪些吗 电暖气 还有小太阳等等 这些个在屋里头点一点 但是睡觉的时候还是床上比较凉 所以可以用一些电热毯 电热宝或者是热水袋什么的放在被子里边 这样在睡觉的时候才感觉舒服一些 黄老师您见过取暖的电热杖吗 这个都没见过 因为杖子一般就是防蚊子防虫子用的 野外用的杖风它也是防风的 但是取暖的这个我还真是没听说过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项发明 就是郑州的张万民 他设计了一个取暖的电热杖 让人不冷不热 能够在里面睡一个踏实的觉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呢 我们来一探究竟 发明人张万民 发明项目 炙热空调杖 今年44岁的张万民 经营着一家气修小店 他精通电路 只要是汽车电路上出的问题 别人修不好的 找他保管手到勤来 听说他发明了一个电热杖 我们前来采访 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刚好在修车 不少人看到我们在拍摄 都好奇的凑过来看热闹 人家拍下来的 准备拍一个发明 谁发明呢 当时也能发明出来东西 下座摸摸 当时能发明出来飞机打破 一句玩笑话 却说出了张万民身边所有人的疑惑 其实不光他们 记者也很好奇 一个整天和汽车打交道的人 怎么会想到要发明一个电热杖呢 因为这边特别冷 你看他穿的这么厚 跟我修车修了一天晚上 这个地方很冷 所以说我发明了一个床用炙热空调杖 为了方便 张万民夫妇就在小店二楼 炙了张床 夫妻俩平时就住在这 张万民告诉记者 他们也尝试过其他取暖设备 但都是局部供热 夜里照样被冻醒 能不能做一个不局部加热 而是一个空间内都能释放热量的东西呢 修车间隙 张万民一直思考着 一天 张万民看到文杖时 突然有了灵感 如果做一个可以加热的杖子 不就可以解决夜晚取暖的问题了吗 有了想法 张万民立刻着手设计 很快 他就做出了一个电热杖 张叔 这就是您发明的电热杖呀 是的 这个怎么用啊 他利用了一个支架把它支起来 那他怎么加热呢 这里头是加热板 这里头是加热板 那您给它支起来 我们看看吧 好的 张万民发明的电热杖 需要悬挂在床的上方使用 因为加热器和杖体 具有一定的重量 杖体的顶端四周设计了窗孔 配合不锈钢杆固定承重 并将整个杖体悬挂在支撑架上 我看这里面怎么有三个大布包啊 这三个大布包就是三块加热板 它里面是什么样的呀 里面就是加热线 一圈一圈的盘在里面的 它这种线一通电它就会发热 它把内部的空气加热 人睡的里面呼吸的是热空气 张万民发明的炙热空调杖 由杖体加热器 温度控制器三部分组成 形成一个立体空间 杖内左右后部分别悬挂安装一个加热器 接通电源时加热器内部的电阻丝通电发热 从而使杖内空气升温 那么这个电热杖的取暖效果如何呢 加热前杖内温度是5.6摄氏度 打开开关密封好杖子 加热半个小时后 我们再来测温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经过测试 加热后杖内温度是19.8摄氏度 19.8度呢 最开始咱们量差不多是5.6度 效果还可以 我来进来感受一下 是比刚才是热了不少 比外比是温度感觉对 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看到记者对电热杖比较满意 张万民兴冲冲的去找妻子 来看看自己的发明 我们来这么个东西 是 一个杖子嘛 是啊 这么杖子 你也倒吃个吃 你不是冬天还睡觉觉得冷吗 还不错 里头就不带子 老冷看了 老冷看这是加热的呀 一加热这里头就不冷了呀 你呼吸的是热空气呀 包你不冷 真吹了 你吹个吹吧 包我不冷 绝对包你不冷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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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了怎么办 老张没想到妻子会这么问 傻笑着接不上话 好在妻子对他这么长时间 搞得发明 很感兴趣 同意晚上试试 小店里夜晚温度很低 电热杖的取暖效果 究竟能不能像老张说的 那么好呢 第二天一早 记者再次来到小店 张师傅 大姐 大姐 好 大姐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来啦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吵着来了 她说她这个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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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被子改变烧了 晚上冻住了 找人起来像感冒 感冒了是吗 像感冒 张师傅这怎么回事 大姐睡一晚上还感冒了 因为下半夜太冷了 下半夜冷了 又不包 包不住闻 太早就给他冻感冒了 又是这样来那 那不是冻感冒了 马月年了 哎呦 那这怎么办呀 走没有办法 可以改进去了 这个可以得想想办法嘛 原来张万民的妻子感冒 是因为电热杖 只能加热 却保不住温 夜晚温度太低 就冻感冒了 那么 怎么才能解决 不保温的问题呢 以走然的机会 张万民 发现了一种 高密度聚息材料 这种材料 可以隔温 隔湿 是做电热杖 保温层的 理想材料 为了避免 保温层密封性过强 张万民还设计了 通气孔 让电热杖 能够通风换气 一连几天 张万民都坐在 缝纫机前 很快 他就改进好了 电热杖 改进后的电热杖 看上去 焕然一新 改进后的 炙热空调杖 在加热器和外层之间 增加了一层 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的 保温层 从而实现 不散失热量的目的 并在杖子内部 增加了内层 避免人体 直接接触到加热器 此外 在杖体四周 下方三厘米处 增加了进气孔 在顶部四角 增加了排气孔 当炙热空调杖工作时 杖内与杖外 形成温度差 空气流动 从而实现 杖内外空气循环 为了测试改进后的 电热杖 保温效果如何 我们打算 接通电源 加热半个小时 然后断开电源 看看两个小时后 温度有什么变化 首先 测试前 杖内温度 是6.9摄氏度 封好杖子 半个小时后 我们再来测试 杖内的温度 有21度5 刚才咱们差不多不到7度 升纲将近15度 能一直加热到多少度 也就是20几度 它能达到很高的温度 不可能 张万民根据加热器 所要消耗的功率 早已计算出最大发热量 就是维持杖内20摄氏度左右 也是人们休息时的最佳温度 那么接下来 我们断掉电源 看看两个小时后 加了保温层的电热杖 保温效果如何 大姐您觉得 这次能保温的吗 我觉得不容易 没问题 接电源 谈笑风声中 两个小时的时间已到 电热杖还能维持住 21.5的温度吗 咱们看一下 效果肯定好 我们待会测一点 好 19.8度呢 你可以进去体验一下 感觉这空气好像是有点热 两个小时不通电的情况下 从21.5降到19.8度 几乎算是没变化 看来这电热杖加上保温层 还是起到了力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老张设计的通气孔 效果又将如何呢 我们打算用烟雾机 做一个透气实验 如果电热杖能够实现空气循环 那么烟雾就可以让所有人 看到热空气的流动方向 首先接通电源 加热半个小时 让杖内产生热空气 使杖内外形成一个温度差 对于即将进行的透气实验 围观了很久的人们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你看它全部都是布的 还说布的都透气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你哪里不透气 既然是夹着 它透气的话 里面的乱起不都快瞎了吗 我也不知道 等着看它实验一下 我看一眼吧 透气实验正式开始 首先将烟雾机放入杖内 密封好杖子 一切准备就绪 按下遥控开关 一股股白烟立刻喷出 烟雾很快向上升腾 充满整个杖体 随着烟雾的持续喷出 杖内烟雾越来越浓 很快 透过电热杖的小窗户 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 看 看 这里 别的地方好像还真没有烟 冒出来 只有这个透气孔 只有透气孔冒烟了 这说明您这个 还是可以实现空气循环 是的 二十分钟后 我们打开电热杖 发现杖内的烟雾 基本排出了 没想到 如此小的透气孔 还有这样的神通 黄老师 没想到小小的透气孔 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对 如果空气向上走 就很像传统的那种灯 叫做走马灯 是一样的道理 我做了这么一个小的模型 这个下边有一盏灯 我用的是酒精灯 上面有一个轮 你点一点看看 真转起来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轮上 加一些个减纸 那这个灯罩在外边的影子 就会动起来 这就是走马灯 所以我们说 这里边有热空气 向上一走 上边的空气就排出去了 下边冷空气 又往里补充 由于浸量很少 排出的量也很少 所以对保温作用 影响不是很大 那么发明人的这个改进 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张万民对改进后的电热账 充满了信心 他认为 只要试用过的人 肯定能够发现 自己发明的优势所在 为了证明自己的发明 大有用物之地 绝不仅仅是个室内取暖用品 将来还有可能走向室外 如帐篷一般 冰天雪地的冬天 照样也能演赢 为了验证他这一梦想 是否可行 我们来到一个露天浓帽室 看看 这电热账究竟能否成功 从室内走向户外 变为电热帐篷 您觉得待会儿 大家能对您这个镜子账 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因为这是个新鲜事物 很多人没见过 他们会认可你的东西吗 应该可以 可能就准备了一些笔 红色的代表他们能够喜欢 然后绿色的代表 他们可能现在暂时还用不上 等会我会请他们来投票 你觉得他们能投满意的票吗 可以 您这么有心心 对 引人注目的条幅 顶人新奇的账子 很快就吸引到了 不少人驻足为观 不一会儿 张万民就获得了满意的第一票 第一票开了个好头 越来越多的人走入账内体验 他们纷纷投出了满意的红票 看到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老张喜笑颜开 兴奋的解答大家的提问 热情地邀请人们 走进账内体验 寒冬腊月 天寒地冻 人们出门都是全副武装 帽子口罩 齐上阵 耳包手套不能少 可是 电热账里面却是温暖如春 一看温度计 账子里面竟然有18.7摄氏度 怪不得这么暖和 不少人试用后非常满意 当场就想购买 无奈只好先拿了名片 客生店 安全不完全 安全 老张信心满满 没想到 一个小朋友 却给老张 投出了不满意的票 看来 想赢得小朋友的心 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在这儿投票呀 在这儿有一个电热账 你见过吗 没见过 想不想进去看看什么样的 你看一下 你们脑子吗 我 在这儿冰冷 想出来吗 为什么呀 来你出来给我们投个票 我这里面有两个颜色的比 红色呢代表你觉得挺喜欢的 然后你要绿色呢是不喜欢 你感红色的 头到红 诶 又一位小朋友好奇地走进账子 他会喜欢这个电热账吗 看来小朋友们还是挺喜欢 这个温暖的电热账 虽然天气寒冷 可是面对眼前这个新奇的取暖设备 适用的人们热度不减 早上一会儿走进账内解释 一会儿走出账外请人们试用 忙得不亦乐乎 一位妈妈在账外看了一会儿 推着婴儿车走进账内体验 有几位体验者经过试用 认为老张的电热账取暖效果不错 但是由于家里已经有暖气和空调 还是用不上 可以有效果有效果 把牙子用不上 可以拿一套牙子 那老牙子的空间比较大 那你空票也没空票 投满一票 投这个吧 我敢投这个 他这个研究最起码适应了好多人 给电热账内地敌人 对对对 外的还不无可欠 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人们的体验 是否 感觉对您的电热账还是比较认同的 是的 这样看一下咱们数数到底多少人投满满意的 好的 一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票 赢了 这是五票 有五个人 这个反对的 为什么反对 他最主要家里的空调 他用不上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去 他拖了反对票 根据老张的说法 有反对票是因为室内有空调或暖气的原因 如果只是在室外使用的话 全部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说明他的电热账未来改进成帐篷 用于室外也是可行的 但是要想真正走向室外变为电热帐篷 这样的温度环境 显然达不到张万民之前说的 在冰天雪地里也赢 为了看看自己的电热帐 究竟有没有这个能耐 这一次张万民带记者来到朋友的雕塑场 可是这雕塑场 哪来的冰天雪地的环境呀 原来厂房里有一个小型冰库 因此张万民想到这里 做一场终极验证 得知张万民正在参加外发明的录制 朋友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为他打气 希望老张能挑战成功 当首长不去血气 清水逼近冰陵 外发明四个字如出水浮荣般呈现在我们眼前 随着冰雕的制作完成 今天的终极验证 拉开帷幕 张万民没有被厚厚的冰雪吓住 他毫无畏惧地走进冰库 像之前一样沉着熟练地安装着电热帐 冰库里面气温很低 不一会儿老张的手就动得有点不听使唤 电热帐织好了 老张打开开关 帐外的温度计显示零下0.40摄氏度 而帐内的温度持续上升 很快就升到了5.5摄氏度 我这事先准备了两个相同的杯子 然后我也放上了差不多相同一样的水 然后为了更好的观察 我也放了两朵鲜花 等会儿我就把它一杯放在帐子里面 一杯放在外面 咱们一起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好不好 走了 关好冰库门 老张合上电闸 随着机器启动提示音的响起 小冰库又继续工作起来 点击轰隆隆的转动 排风上嗡嗡作响 我们仿佛都能感受到里面的寒意 整个下午 老张时不时的就跑到小冰库的门口 去看看显示器上的温度 随着温度持续下降 老张似乎有些焦急 目不转睛的盯着小冰库 恨不得冲进去看看情况 从未在这么寒冷的环境中测试过 老张对电热帐的趋暖效果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四个小时过去了 天色渐渐暗起来 张师傅 这也过了三四个小时了 我看这个温度已经变成五点六度了 是 你的帐子怎么样了 还能让保温呢 这个事情 就看了再说吧 看了再说是吧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这个已经开始结冰了 是啊 真凉 你看 全是哈气 这句话 那个帐子还没有什么变化 我拿出来 还行 跟这个比 是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 这已经开始结冰了 我摸着是 这个特别凉手 这个基本上就是 普通的水的那种感觉 稍稍有点凉 这花也没什么变化 那我们还是 继续把它放下来 看一下温度 现在这里的温度 11.2度 然后你拿出来之后 马上刚才温度就又下降了 那是啊 那我们继续放这吧 赶紧就放上 刚才咱们看了一下 里面的水 还没有太大变化 要是再更加十几度 二十度 您觉得您这个仗子还能 做成冰热吗 行 一定行 因为通过刚才的实验 一定行 我可以试一下 你要试一下 对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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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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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通过刚才的实验 应该没问题 看到帐内的温度还可以 老张不顾妻子的反对 执意在冰库里体验一下 妻子拗不过老张 眼看着冰库门被关上 只能焦急的拨打老张的电话 关键时刻 手机没电了 急着立刻拿出自己的手机 老张的妻子嘴上说放心 却担心了等在冰库门口 夜晚温度很低 我们等在外面都冻着色色发抖 手脚冰凉 只能不时的搓手取暖 小冰库最低温度 能达到零下12摄氏度 我们很佩服老张的勇气 可是 他能安然无恙吗 看到了之前的实验效果 老张对自己的电热杖信心十足 他悠然自得的听起歌来 小冰库的温度持续下降 老张发明的电热杖只能恒温 最高温度也不过20摄氏度左右 可是这次要挑战的温度是零下12摄氏度 这个貌不惊人的电热杖 真能在冰天雪地里打造出一个春天吗 又近三个小时过去了 冰库就快降低到零下12摄氏度了 也不知道老张在里面怎么样 应该12摄氏度了 都12摄氏度了是吧 我昨天也差不多了 咱们看看张叔叔怎么样了 他看看去 张叔 张叔您怎么样了 没问题 都零下12摄氏度了 您看出来吧 没问题 都两个耳时了 那你收费 你看 您怎么还穿了一点 是啊 您都不能干 我想试一下 你看 现在多少摄氏度 13.8度 对 还挺朗朴的 是啊 是明显感觉这里外 有问题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感觉还是挺挺朗朴的 是啊 这个杯子里的水都冻成冰了 是啊 你看 是不一样吧 对 这些摄氏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说明您这个电视杖挑战成功了 您感觉高兴吗 当然高兴 您高兴吗 成功了 我也高兴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二十多年了 这两朵花送给他 可以啊 我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吧 就能发明这种小东西 让他像我发明的东西一样 永远温馨吧 把花送给他 张万民发明的炙热空调杖 经过在室内室外 及冰库测试 其加热效果不错 保温性好 账体上设计的透气孔 可实现账内外的空气循环 调节温度 适用于家庭 适用于家庭 学校农村 能满足人们冬季取暖的需求 张万民发明的炙热空调杖 它最大特点是把加热器进行了悬管安装 它既避免了加热器跟人体的直接接触 烫上人同时也可以通过自然对流的方式实现热量的传递 以及空气的交换 制热空调杖 它有一些可以值得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安装一个自动温控系统 使它的温度调节更精确 另外如果能够采用其他的便携的热源 也可以尝试把这个杖子用于户外的取暖 冬季寒冷取暖保温是家家户户都要面临的问题 有什么好方法既保暖又安全 一个不一样的毯子用水能让人温暖全身 敬请收看外发明取暖双霞 电热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 那么接下来也是一条设计独特的毯子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听发明人说 它既没有辐射又不会漏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条神奇的毯子 发明人杨启珊 发明项目无泵电热水循环器 杨启珊今年63岁 黑龙江鹤岗人 工程师 研究毯子的事情最早在25年前 用他的话说 这25年他就干了一件正事 做不一样的毯子 在别人看来杨启珊是个失败者 花费了上百万 用了25年时间 老婆离婚了 工作脱港了 最后他还是在研究毯子 他为什么一定要研究毯子呢 这说话已经20年前了 我早上班的时候路过那个厂的门口 从楼里抬出一个人来 这个小伙子才20岁 由于晚上喝点酒 睡觉睡得太实了 家里没有其他人 晚上电热毯起火 把它烧死了 因为一桩电热毯引起的事故 引发了杨启珊发明的动机 能不能在毯子上不走电 而只在毯子上走热水呢 杨启珊打算做一条 用水泵提供动力的水暖毯 这样的启示最先来自于水族馆 在水族馆中 人们常用水泵往鱼缸里 输送新鲜的氧气和水 通过这种水循环 鱼儿们都变得精神兜售起来 根据这样的原理 使用水泵 让毯子实现水循环是没有问题了 但如何让冷水都变成热水呢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类似于这样的热带鱼 都存在怕冷的洗性 鱼商在鱼缸中 额外添加了一根电加热管 鱼缸中的水立马变热了 于是老杨决定买下这些水泵 电加热管以及水管 考虑到水管中将来走的是热水 水管一定要挑好的 能耐热 能耐折 杨启珊来到家里 开始进一步甄选和组装 水和电的装置一定得分开 不能漏电是重点 因为一旦他做的毯子无辐射又不漏电 才能算是最大的成功 水泵电加热管都已到位 接上电源 一个水循环系统就形成了 咱们这个毯子已经做好了 是 做好了 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你看我这个嘛 它的原理基本上就是这个 有三部分组成 一个是你电热管把水加热 第二个是水泵 再第三个就是这个管 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 它管嘛 这个电热管把水加热 水泵里把热水通过这个管 打到这个毯子里 这里边就是铺设计 吸管 杨喜山发明的泵循环水暖毯 主要由水壶 水管和毛毯三部分组成 工作时 水壶中的凉水 经过电加热管加热 热水再经水泵压出 沿毯子运行一周 达到加热毯子的目的 最后温度降低的水 继续沿水管前行 回到水壶中 实现循环 老杨所说的电磁辐射 其实是电厂和磁场的交互变化 产生的电磁波 一般 普通电热毯子工作时 都会产生 100到190毫高丝的 电磁波辐射 有部分科研人员认为 长时间使用电热毯 可能对人体的健康 产生影响 一直以来 老杨也希望 能研究一种 完全无辐射的毯子 所以 他最终选择了这种 水管式的毯子 事实上 就一些零零散散的细管子 看起来也并不讨巧 虽然有怀疑 但我们的记者 还是做起了这样的实验 那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两条毯子 都给它通上电 然后我们来测量一下 好的 这是个电磁辐射的测量仪 我们给它测量一下 看它们有没有辐射 好 你测一下 测一下这个电热毯 现在它显示的就是有一定的辐射 每个地方还不一样 你进去辐射越强了 那我们现在测一下 你发明的这条毯子 我们来测一下 看有没有辐射 这个是没有显示的 是没有辐射 没有 但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咱们这个水 它也是导体 然后咱们这个湖呢 里面也是用电的 这个里面的水会没有电吗 没有电 行 那我们去做一个实验 我们去测一下 看这个水管里面有没有电 可以啊 我们的记者和发明人 带着电热毯和水暖毯 来到游泳池 他们将在这里做漏电测试 我手里面这个呢 是一个合格的电热毯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将它通电以后 放到左边的这个水池里面 同时呢 我们把你这个毯子 通电以后呢 放到右边的这个池子里面 然后我们同时测一下 看它有没有漏电 行不行 可以啊 试一下 这个电热毯里面 放到暗上面 它都有这种暗 都发生了暗凉事故 更可能放到水里面 水就倒电了嘛 你让那个电下去 不会倒电 这漏不漏电 到底谁说了算 谁都知道 游泳池中的水 可都是倒电的 一旦漏电 那就非常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正在游泳的朋友们 都爬上了岸 电这东西可不好玩 把电源插上 220V 这时候 记者和老杨都搭着毯子 小心翼翼的 先把新电热毯 放入水中 时间比是好的 对 这个时间比是好的 那我们现在拿这个笔 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毯子 它漏不漏电 好吧 嗯 还是没有亮 对吧 嗯 这就证明 就是咱们这个毯子 它在正常条件下 就是 隔壁的 它是不漏电的 它新毯的 隔壁的 新电热毯不漏电 那么 杨启山的水暖毯 会不会漏电呢 按照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记者 在另一个游泳池里 做起了同样的实验 测一下看这个毯子 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可以 我们的这个水管都已经热了 好像没有 对 还是没有 证明咱们这个毯子呢 也是不漏电 不漏电的 咱们这个毯子都没有漏电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质量比较好吧 因为再加上它又是新的 做工比较精细嘛 它这个应该是包装好的 如果没包装好的话 应该会漏电 我感觉是这样的 当时 这些试验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进行的测试 但是生活中 我们的毯子 通常也会碰到各种突发状况 如电热毯老化或者折叠 容易造成内部电热丝断裂 如若刚好又碰上有水 电热毯会漏电吗 同样 杨喜山的毯子 一旦管子破裂 里面的水是否也会漏电的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的记者决定做一次 剪断电热丝和水管的测试 现在呢 我们把电热毯的这个电热丝给剪开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次测试 好 我们的记者 把电热毯里面的电热丝剪断后 把它浸泡在水里 这时候我们发现 测电笔的灯突然亮了 让大家吃了一惊 这一点说明 一旦电热丝断裂 通上了水 电热毯是带电的 同样 我们采用了相同的方式 测试了老杨的水暖毯 咱们这个管道切开以后 它就开始漏水了 但是我们这个 试电笔我们试的时候呢 它这个里面的那个灯 是没有显示的 对 就证明这个还是不漏电 不漏电 测试水暖毯里面水的电笔灯 并没有亮 这一点说明 水暖毯里的水 是不带电的 漏电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但水管相比电线更脆弱 这个问题 不得不重新考虑 有人说了 坦子采用水管以后 虽然床上没电了 但管道里流淌着热水 热水不会导致管子软化吗 人坐上去扁了怎么办呢 为了实验 我们找来了两个最重的人 一个重200斤的 另一个重240斤 同样 他们开始走 踩 跳 蹲 完成了全套动作 不管如何折腾 水管 似乎并不受影响 这没关系 他们两个坐上都没事 你看他们两个坐上 也没事 试都更坏了 现在 坐完还要走 我觉得里面有水了 怎么会变得 也许重量还不够 为了进一步考验 毯子的抗压力 记者找来了150公斤的铁板 我们准备了一块300多斤的浆板 然后我们把它压上去试一试 这个我还真没做过实验 咱们看了 将150公斤的铁板 压在水暖毯上 看水管中的水 会有怎样的变化 为了让水管中的水 更容易观察 我们往水壶中 加入了蓝墨水 通电以后 出乎意料的是 水管中的水 竟然马上就循环了起来 看来 铁板 没有难倒水暖毯 压力还是不够 你觉得 上面可以占几个人呢 试一试吧 上五个人看看 上五个人 有信心吗 有信心 那如果上十个人 有没有信心 那就不知道了 重铁板没有难倒水暖毯 增加一些重量 又会如何呢 这时候 顽皮的小朋友 都站上去了 好牛哦 我一直踩踩踩的 我踩的 你看看你们鞋底下 踩扁的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的踩铁板 大了 你们可以踩上去 重量比较大 可能因为那个地板太厚了吧 不服输的街坊们 一个个上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重量不断增加 人们站在毯子上 打着转 跺着脚 尝试着各种各样的站法 而脚下的水 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照常循环着 看来 重量还是不够 接着 旁边的群众也上来了 连抬脚的地方都没了 这下水管该压扁了吧 但结果一阵折腾 水管 安然无恙 通过了辐射 水电 以及抗压扁的验证 杨喜山的发明 基本上算成功了 但是除了这些 水暖毯的舒适度 又如何呢 老杨决定免费 给大家使用 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 到底是水暖毯舒服 还是电热毯舒服 大家对水暖毯都有了一定的好感 几个街坊邻居先体验了起来 晚上似乎可以更放心的入睡了 不过一到半夜 他们被一种奇怪的声音 吵醒了 水泵有噪声 杨喜山就想找一种无声水泵 他找遍了所有的水泵垫 最后他发现 没有完全无声的水泵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杨喜山看到了新的希望 有一次在家喝茶 他发现 烧开水的水壶 一开一盒冒着热气 他琢磨了半天 他想 有没有可能利用水蒸汽的原理 带动水循环呢 这一次杨喜山对水暖毯的工作原理 做了调整 因为发出声音的主要在于水泵 这一次完全不用水泵 用蒸汽的力量 进行气循环 这个主意听起来就相当完美 咱们这个毯子的话 跟之前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我有很大的改进 那这个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你我这个 那个加热罐 回水罐 毯体三部分组成 杨喜山发明的无泵气循环水暖毯 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去掉了水泵 电加热管 增加两根电极片 通电后热水壶产生蒸汽 蒸汽膨胀 沿水管运行 达到加热毯子的目的 最后 蒸汽释放热量 变成冷凝水 流向回水壶 当加热壶的水位 下降至电极片以下 电路断开 加热壶停止工作 形成负压 负压将回水壶中的冷凝水抽回 实现循环 蒸汽毯子可行吗 我们给毯子通上电 没多久 毯子就热乎了 看来蒸汽循环也可以 这次 采用气循环原理 由于蒸汽膨胀 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杨喜山还安装了一个泄压阀 一旦水管折叠 或是人们误折叠毯子 泄压阀会自动脱落 防止意外 有了上次的失败 杨喜山决定 先让自己的外甥体验 然而 这样的体验并不美妙 大晚上的一声惊响 把外甥吓了一大跳 他忙起身来一看 原来是塞子撑出来了 可能是没塞紧的缘故 他塞紧了塞子 赶紧回到了被窝里 不过没过多久 塞子又出来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十次 接二连三的崩塞子 耗尽了他的精力 一晚上呢 这个四五次 喷了四五次 如何才能让塞子既能泄压 又不会随意喷走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用一根绳子 捆住皮塞 但终归不是好的方法 于是 杨喜山弄来了许多气球和水瓶子 他首先在水瓶上 做起了文章 再扎两个泄气孔 将气球剪出一个环形套 套在瓶水上 气体通过了两个小孔 而皮套没有脱落 看来 泄压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杨喜山开心起来 并且很快就做出了新的泄压装置 咱们这个小改进的话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第一个起个密封 第二个起血压 压力不超出 它起个密封 里边的气 里边的水出不来 当里边超出一定压力的时候 它就伸周围的气口 把脚套骨膨胀了 就叫做血压 血压法改进后 杨喜山如是重负 从有泵改为无泵 克服了血压问题 又没有了要命的噪声 老杨认为 所有问题都应该得以解决了 但没想到的是 新的问题却又来了 怎么整样 是不是弹的漏了 大片床毯全部打湿了 打开一看 原来水管竟然断裂了 这管的长期高温 它是容易老化 容易变脆 你看我嚼下来 你看 确实脆了 其实像这种管道 就不应该存在这种 一折就断的这种情况 原来烧开的水蒸气通过水管循环 水管内的水蒸气 因为温度过高的缘故 造成水管日益老化 也就让水管慢慢变脆 变硬 最后崩溃 这个打击 也让老杨快崩溃了 发明 很难再进行下去 长出来失败以后 现在很可笑 人家就说了 这毯子都几十年了 一直用电路 你就能长出来 水又完了 对于水暖毯 情有独钟 费钱费力的事都干了 头发都干白了 还没落个好结果 老杨不舍得放弃 老杨始终认为 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细节 总能从中获得警示 当他无意间经过市场的时候 洒水壶引起了他的注意 人们使用这种水壶时 首先得往里充气 而最后喷出来的不是空气 而是由空气压出来的水 这种结构和自己的 无泵气循环结构非常相似 原来走气的那个管子 它是从上面出去 我把除气的管子 我插了一根水管插到底 这样的话 我一在加热当中 它就采上蒸汽了 采上压力了 压力在罐里上部 因为上面没有出口 蒸汽出不去 蒸汽采上一定压力 压着罐里的水向下走 这样的话 就送罐里的水管 就是水向上流动 杨喜山在第二代气循环基础上 将连接加热壶的水管插入水中 当电极片工作时产生蒸汽 蒸汽压迫热水进入水管 实现供热 当电极片脱离水面 或者人为断电后 热水壶停止工作 其中形成的负压 将回水壶中的冷水抽回 实现无泵水循环 现在管道中重新流通的是温热水 因为流通的是温热水 水管的水温和压力 不会对水管进行破坏 水管就能长久使用了 那么它的舒适度到底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找来了 十条水暖毯 十条电热毯 找来二十个体验者 经过简单的调整 大伙开始了最初的体验 时间为一小时 现场热闹非凡 发明人老杨这一时 就显得格外紧张 因为他发明的毯子 就非常希望能听到大家的好评 因为着急 他冲到前面 采访起大伙来 有时候冷一点 有时候热一点 那不可能 就我不先热 那你可以自己试一试呀 有时候有点会凉凉的 有一会有暖暖的 一轮询问下来 其他人都似乎不看好老杨的水暖毯 问题就处在不能恒温上 水暖毯呢 还是不错的 舒适度还可以 就是温度上面 会有一点的波动 电热毯呢 电热毯的话 我体验的就是 还是有点干燥 这个水暖毯 它温度不是很稳定 总体上还可以的 但是那个很温 很温一点的话 比方那个电热毯 电热毯一会儿加热 一会儿停下来 停满事件我还不确定 手上冲多长时间 这样弹了一会儿 打暑 周期就热了 停满的时候呢 那个弹的温度就降下来 浮了浮热 认识到这个问题 老杨又及时进行了改进 此时 老杨用的是家用电热器中的 断电开关 水达到一定温度 就自然断电 水冷了又自动加热 这样就出现了 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的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温度均衡呢 老杨想到了一种寄电器 这种寄电器能根据温度的变化 来自行接通或切断电源 就能很好地调节水温了 加装寄电器之后 杨喜山决定自己先体验一番 感受毯子各个角落的温度变化 在亲自上床体验之后 恒温的问题似乎好了很多 信心满满 杨喜山带着他的终极产品 与电热毯来了一场面对面的对决 这一次他该赢得比赛了吧 同样的街坊邻居 同样十条电热毯 十条水暖毯 人们分成两列 现场体验 很快人们就发现 水暖毯已经与上次不一样了 这次感觉好多了 之前的冷热不均衡 问题解决了 我就是提到那个 我很温嘛 然后现在它改进了 很温挺好用的 解决了不能恒温的问题 大家都对杨喜山赞不绝口 加装了积电器 温度可调 不再忽冷忽热了 这样 在很大程度上 满足了不同人群 对温度的需求 大伙给的好评 老杨可是句句都记在心上 因为在他看来 他的水暖毯 是在大伙的体验中 一步步实现的 杨喜山发明的水暖毯 经过了三次大的改进 由水泵循环到无泵蒸汽循环 到第三代无泵水循环 杨喜山终于做好了好毯子这件事 用他的话说 睡觉是个大问题 让大伙睡好觉 过个好冬天 就是他的 中国梦 水热毯 利用水循环完成加热 消除了电热毯的一些不足 比如通电带来的安全隐患 和电辐射 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对人体的伤害 为消费者多提供了一个选择 我想可能还需要在 更可靠的性能 更低廉的成本 和更舒适的用户体验上 多下来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我发明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老师 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观众朋友在这里也欢迎您 如果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跟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或者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 它骑行自如 它们有着怎样的科学景气 进行收看外发明 巨炮神车 这是一件古代的工程利器 它无坚不摧 这是一辆神奇的运输车辆 它骑行自如 它们有着怎样的科学景气 又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巨炮神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